PG19发布了,看看有什么新功能 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支持了Touch ID解锁 在锁屏状态下,按Touch ID就可以解锁了 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 现在是Win11的锁屏状态 然后只要把手指放上去解锁就行了 自动登录,非常方便 另外一个大的变化就是APP图标 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上两点就是我对本次更新的最大印象 现在进入正题,看一下升级的过程 先打开PD18 然后菜单栏里选择一下检查更新 看到了有PD19的提示 一眼扫下来好像是Touch ID登录是唯一的最大变化 其他像什么对Sonoma进行优化 这种每年都这么写 反正Powerless Desktop每年都是更新的 如果是购买埋段版本的用户就没有必要更新了 现在我点一下下载看一下最新的版本吧 点一下立即安装 这里有个提示框 点开来看一下 原来是跳到官网 这里都是影响广告 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往下翻吧 这里提交了对共享打印机的支持 等有机会我再试验一下吧 我们继续滚动往下看看 这里说到了在Linux虚拟机中支持了X8664的转译功能 同时还在虚拟机中支持运行macOSSonoma 再往下就是一些关于批量部署Windows11虚拟机的一些说明 这里是一些改进的应用 这个Touch ID解锁应该是本次更新的最大亮点 最后剩下这几个功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比如在macOS里面运行macOS 套娃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Pareless各个版本之间的区别 这里主要看一下 普通版本是4个CPU 专业版是32个CPU 看完了这些介绍 我们开始真正的操作吧 快速打开旧的Windows11虚拟机 然后系统会提示自动更新驱动 我们点重新启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驱动程序更新完毕 突然间发现我设置的是自动登录 好像这个Touch ID没什么用 打开设置看一下 好像也不是Windows Hello里的指纹识别 我先关闭Windows自动登录 然后锁平后就可以用Touch ID来解锁了 就像这样 走指放上去就解锁 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 先进入锁平状态 然后随便敲一下回车 这时候系统要求我输入密码 手指放上去解锁 好了以上就是PD19在本次更新中最大的变化 这里是阿奇迈克 我是老边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